这也是被我们的杨明哥给找到的 好 这是新竹的绿光公园 然后这个时间点 要再把它倒回到2020年 那个时候呢 在刊物里面有写到 议员田雅芳他的质询 他发现绿光公园里面 居然出了大量的建筑废弃物 所以呢 废弃物的回填 难道是新竹日常吗 杨明哥 这个案子当然是一个意外 我所谓的意外是说 有人就去Google 可能去查这个关键字 什么废弃物啊 然后回填啊等等的 结果没想到居然查到这一篇 那这个是刊登在新竹市议会 自己的刊物里面 也就是说这是田雅芳议员 在议会里面公开质询的内容 可是你知道吗 听说这一段影片 这段质询影片已经消失了 新竹市议会里面找不到这一段 很奇妙 那他质询的过程里面 因为提到一家建设公司 就是说他特别提到说 这一家建设公司把这个废弃物 这个整地的时候 发现这一块公园里面 这个有很多是这家建设公司 留下来的废弃物 所以呢他就说 林志坚市长的承诺呢 他不会严惩 这家公司 但是会叫他把这些 把这些废弃物清除 结果没想到清理到后面 是把他们是直接回填 比如说这个公园就多了一个丘陵 然后就全部埋在下面 是这样处理对不对 对就是把它变立体化 然后把它往下埋 那这个后续 因为后续咨询我们找 我们就看不到后续到底有没有什么的 我是建议这个高宏安市长下次可能可以找 这个绿光公园去开挖一下 那这一家建设公司很巧不巧就是 他就是这个前中华大学董事长 前新竹市议员 现任民进党发言人李延慧 他的夫家的建设公司 而新竹地方都说 这个林志坚 跟这一家建设公司关系特别好 那这是公开的咨询的内容 结果咨询完 就不了了之 然后呢 咨询的影片消失 内容也没了 对 现在只剩这个刊物 有这个相关的内容 那你就不禁怀疑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会让这个相关 我们有议员监督到了 找到问题了 结果却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好 就好比说 这个昨天 因为我们讲这个废土的事情 结果有一个国民党的议员 姓陈嘛 陈什么林 陈庆林的样子 他就说 他是去年的大概三四月间 新竹棒球场周边就有居民看到 他们那个厂商 是回田 那个建筑事业的废弃物 就是不是一般的土 是那种废弃物的土 把它回田 是有人看到去检举 去跟议员陈请 然后呢 他们开记者会 包括他 包括时代力量的这些议员 他们听说 这个土都不符合规则 然后呢 他们就说 希望能够去会堪 结果得到的 那个结论是说 不好意思议员 这是工地 你们不能进来 还有 甚至还有最更扯的说 议员草皮在养护 有喷这个农药 所以呢 不开放民众进去 就是拼了命主党议员去监督 好 那刚刚讲到说 这个林志坚很爱监工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他脸书的这个照片 这个是去年五月 你看 林志坚工 对 自己监工的林志坚 你看 他到这个新竹棒球场的观众席 好帅 你看 我都不知道他是去监工还是去摆拍 这个明明要拍得很好 这应该是外拍 这应该是一个那种 网美外拍的概念 好 这是你看 他说 然后就介绍说 我们的这个座椅有多么高级 等等的 你看 他戴着这个安全帽 是去监工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张 这个又是一个监工的概念 所以他真的把这个脸书 当作写日记 监工日记 你看 你看 相约 我们相约七月看球 你看 你看 这什么时候的啊 这是五月 去年五月 你看 他已经预告了 你看 可是你注意看哦 后面这一块 里面的土壤 有废土的事情 他去摆拍的时候 他都没有发现 你看 他就是只会拿来做图 拿来做宣传 你根本不是去监工的啊 你很明显 你就是去当明星 去炫耀嘛 那你说住旁边的邻居都发现了 对 你市长没有发现 这是去年五月的事情 好 那然后你就说什么 相约七月一起进场看球 你工程没有验收完毕 你就先相约大家民众去看球 到现在还没有完毕 现在不算竣工 没有 因为 本来应该是七月那时候开幕完 然后陆续把一些缺失改善 就验收完毕 但是就是因为那时候缺失太严重 好 那他当时呢 还有一个很好笑的 就是他甚至去讲说什么 为什么草皮 这个会养那个会有问题 就是那时候他们说 有很多人说会有碎石头啊什么的 他们的那个理由是说 因为啊这个每次要整地啊 就会把那个表土啊 这个里面的一些碎石头啊 然后从下面把它翻出来 然后呢所以会有一些碎石头 然后把它清理掉就好 那只要好好的把这个草皮养好 就不会有问题了 事实证明不是嘛 从去年七月到现在 已经过了半年了 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 所以根本不是你这个 这个当初他们这个说的这个 提出来的很多的缺失项目要怎么改善 根本就是糊隆的 根本就糊隆大家 因为他根本 这个土的结构就有问题了 你再怎么去养护草皮 第一个草皮养不活 第二个那个土还是一样的烂 所以你不整个挖掉 打掉重裂 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球场改善完毕 那他们当初想要玩的就是 我只要沈惠宏连任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为什么 为什么高宏安不能当选的原因 现在我们大家原来是这样 起码这是第一站吗 没有就是说到时候棒球场 我们讲如果今天是高宏安当选 马上就宣布 WBC的这个热身赛要在新竹举办 对 然后接下来魏玄龙已经排好 这个职棒热身赛了 欢迎大家进场看 然后又来 洪姐我们又做到了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如果今天林志坚 用这样的一个兼工的品质 去对待他的 他自己发包的公共工程 我真的很难想象新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绿光公园 这是其中一环 那新竹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案件 我觉得高宏安可以慢慢去书 爬书去清仓 去调查 但是棒球场的部分 不管今天有人说什么 对啊就像刚刚兵哥讲的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这些证据交给检掉 不是啊就算今天证据交给检掉 检掉不败 对 有有有这个高宏安会有他的方法 你证据总不能每天市政府保留在那边 然后不然你能干嘛 你要交给这个营造商吗 那不然你放在手边你能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最麻烦的是什么 其实我反而认为这个高宏安会不会是在 你知道啊要准备策反这个建商营造商 就是说你们现在问题很大哦 而且你们快要变成断点了哦 不是你们现在问题很大哦 那你要不要把当初一些内幕 现在告诉我们还饶你不死 否则你们可能要面临这个司法的追究 所以有可能这个鱼会越掉越大尾 那我们就是看说这个到底这个案子 因为其实真的要爬出他整个案子 从采购发包到后面的这个新建 到这个后面的验收点交等等 每一个步骤都要去查 那我们今天只是看到一部分的废土 知道说嗯这个里面一定有问题 可是问题有多深有多坏 这里面的到底有多少脏东西 还要一步一步厘清 而高宏安才上任两个礼拜 大家不要忘记他才上任两个礼拜啊 所以后面还有得瞧啦 只是说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林志坚就像刚刚那个 那个大家讲的哦 他真的太早跳出来了 而且太早撇清关系 他那四点声明哦 简单讲就是哎高宏安 你想要转移焦点哦 这是你的事情哎关我屁事 你我如果今天我是林志坚勿 至少第一件事情 第一点你要说对于里面有一些这样的 那个我要深感抱歉 至少你要表达基本的歉 因为你都说你亲自监工 你却没有发现 你的团队没有发现 一层一层 到时候都要去追究这个责任 到底当初这个土是什么时候买进去的 这个土为什么会在那边 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合规格的 这些废料藏在这个这个棒球场的这个地下 地底下 这都是非常匪夷所思的 如果今天如这个这个林志坚所讲 你就是一个亲自监工的林志坚 那我们也不能排除你是 监守制造的林志坚 所以我我所以我讲 这个林志坚你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你的政治前途哦 即便完蛋了 不要忘记了 接下来可能是行者会缠着你 大家今天大包挂 现在要来开Turbo拼并月数了 正好你们动动手指冲一波 请一起开启小铃铛 转发多多普克 今天晚上睡不好觉呢 跟阿比一样呢 浅眠的人呢 是不是一点点声音就让你睡不好呢 现在阿比要推荐你这个 用喝的就能抒压的饮品 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一包 就可以让你轻松无负担 现在赶快上快点购 还有优惠抢好康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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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